今晚新聞新聞報內幕追蹤一下 歡迎上節目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呂惠銘 我們要帶你來看習近平 現在是再發豪語 說今年的經濟成長率要超越美國 不過我們就問了 中國的五月現在是出口暴跌 北大的教授更是直言 中國的失業率根本就是蓋牌 是假的 十四十六歲到四十歲的青年 至少全中國真的很驚人 五千四百萬人失業 我的天啊 接下來會不會引發 什麼樣的社會問題呢 還說GDP要超英改美 怎麼做呢 可能失業率的人數是比得過 另一方面來看看 中國的民間資金 現在確實是 錢是人兩家錢四家家 錢現在是盡量能往外跑了 一個數字可以看出端倪 現在中國民間的匯兌 匯兌的這個費率 已經是漲到了一倍之多 另外我們再帶你來看看 這個上禮拜 大家來看上海豪宅 拋售的一個狀況了 接下來還要繼續來看 上海這個指標性的地區 目前房地產的交易現況又是如何 還有呢 這個新北幼兒園 未讀事件引發眾怒 這個part time的市長 做成這個樣子 上禮拜上禮拜 就有人不斷的提醒 你說接下來還有更大條的事情 你就沒要沒緊 那麼最後是到了 你要去政大了 發現政大一大堆人 在這個貼標語抗議了 你才知道要出來道見 來得及嗎 會不會因為這件事件 成為你退選的最後一根稻草呢 我們稍後來分析 先來介紹 宇科來賓選人教師 知識媒體王瑞德 歸民好 大家好 政治評論員李晨浩 大家好 來介紹是 曾經阿 邱敏寬 歸民好 大家好 來介紹是 曾經評論員許惟智 阿美女 大家好 好 介紹是前警官高仁和 歸民好 大家好 再來介紹是 知識媒體人李玉峰 大家好 好 同一開始 我們先來關心的是 幼兒園的胃藥事件 疑點非常的多 我們一起來關心 新北幼兒園八名幼童 被驗出身體中 含有巴比托藥物殘留 這些藥哪來的 是教保員刻意餵食 還是幼童生病 家長委託餵食的藥品 打開健保守網站 查詢藥物 成份含有巴比托的 副方藥物 確實查到 有感冒藥還有胃腸藥物 但有藥師說 因為有副作用 臨床上已經很少使用 有匿名的藥師 在私密社團爆料 幼兒園總公司 曾來了解 巴比托藥物如何取得 如何使用 可能務實嗎 目的是要在媒體採訪前 先做好功課 確定我們收到所有的陳情 這個清查過後是5月15號 5月15號收到這個案子的陳情 這一個園在我們廢止的立案許可以後 所有的老師都是平職的狀態 接受我們的相關的行政調查 新北力行記者會副市長劉何然 再度強調 幼兒園案是5月15號街道陳情 遇沒有隱密 就日晚間將舉辦第二場的市長面對面說明 以及諮詢 同時市府也罕見向地監署提出 希望檢察官能夠到場 說明案情偵辦進度 以消除駕長疑慮 幼兒園胃藥風波持續延燒 日前已有8名孩童驗血驗出 巴比托的微量反應 其中有一人體內殘留的巴比托 最高大約3到3.5 不過衛生局表示 屬於微量並沒有立即性的危險 總共26名兒童完成看診 進行尿液檢驗 首批14位結果出爐都是隱形 他14位的檢測結果全部都是隱形 明天陸續來臺北醫院 我們後面會有一些結果 我們出來我們也會再跟大家報告 執行長強調如果尿液檢測出現陽性 才會再進一步定量檢查 體內殘留藥劑的量 不過其實87通電話諮詢裡頭 有20通電話都在詢問 是否可以進行毛髮檢測 因為家長擔心時間一場 止驗尿恐怕不太準 據說學藝通常代謝會比較壞 通常大概大概三年左右 可能就驗不到了 毛髮的話它可以看到三到六個月 但是全台只有三個地方有提供毛髮檢驗 包含榮總中山醫學大學還有法務部 我不會沒有辦法沒有這個能力 他們用一些毛髮的醫院 我們會把這個詞訊 因為這個是新輩式 到時候會以後提供個新輩式 然後這邊來參考 幼兒園胃藥事件引起家長恐慌 都希望能詳細檢驗真相水若時出 好我們來看這次看起來是大中小班 都有老師是交保後傳 那麼事實上從園長 包括這些幼保員 幼教員 然後大概都是兩萬三萬五萬 不等的這個等於說 只有一位請回 那其他都是交保 當然交保的金額並不代表說 就一定認定他有罪或無罪 而是認為說 那麼你是不是有涉嫌的可能 當然有交保的這個行為 就把你當作被告 但是被告未必就是一定會起訴 一定就是認定有罪 可是問題來了 那麼為什麼這些小朋友 那麼多位 那麼多位身體都 這個驗出包括巴比桃 包括這些 不可能在小朋友的身上 驗出來這些東西 那麼一開始說是水 我已經講過 家長會發現有這樣的行為 是因為小朋友三四歲而已 他會出現大吵大鬧 摧牆壁 然後還有抓頭 然後很容易就發脾氣幹什麼 情緒失控的行為出來以後 大人才會因為這樣子 把他們帶去驗 一驗不得了 竟然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還有我覺得最離奇的是 我們之前昨天就講到 中國幼兒園發生事情的時候 監視器就黑掉了 監視器就遮羞部 以前還記不記得 洪仲秋事件的時候 國防部的監視器就黑掉了 有沒有 那麼相關的監視器 軍方的監視器就黑掉了 這一次也是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後來去查扣 他的監視器以後 監視器就被洗掉就沒了 為什麼 你不要跟我講說什麼 省麻煩啊 幹什麼都不是理由 為什麼 沒有發生事情之前 都沒有事情 發生事情 你要發現說你這不尋常 所有的社會新聞都是要去查 他不尋常的地方 如果他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比較不會懷疑 但是如果發生監視器 監視器是最容易知道說 到底為他吃什麼藥 到底有沒有對他做什麼樣的一個行為 結果沒有 結果莫名其妙出現這個事情 那還有家長說4月的時候 曾經打1999去問 那麼現在新北市政府告訴我們說 沒有這回事 好吧 你就繼續沒有這回事 沒有關係 因為是家長說的 其實巴比陀管制藥物 現在已經很罕見 你可以發現很多用精神科的醫生 好多都跳出來講說 現在沒有用這種藥比較少 為什麼他會有很嚴重的後遺症 現在大概癲癇 而且癲癇症狀裡面比較重的 他會再用這樣的藥 那到底是哪裡來了 當然 那麼食藥署還有機查醫院的 這個等於說相關的檢核 聽說新北市衛生局 他們相關也查過 清查過說 各醫院跟藥體診所 也沒有減少 不過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什麼事 我跑社會新聞這麼久 台灣不要說有醫師處方簽了 這個一定要有嚴格管制的三級毒品 巴比陀 那麼你說這對數量他們怎麼來 台灣沒有連這個醫師處方簽都買不到的槍械 也是一樣到處都買得到 黑道都買得到 毒品一樣買得到 海洛因一樣買得到 安非他命一樣買得到 所以事實上不能以說 你管制都非常嚴格 那到底怎麼來的 是因為大人吃的藥不小心染到的還怎麼樣 我們要一個答案 除此要答案以外 最最重要的是新北市政府的態度 為什麼 新北市政府的態度是 因為現在一直強調 5月14號家長報案 5月15號新北市教育局說 我才拿到這個等於說資料 請問你 那20幾天你做什麼 你做了什麼 如果你很積極下去 我非常訝異 我在一個多禮拜以前 開始這個新聞開始出來說 那你為什麼6月5號才藥檢 你現在跟我說一大堆 說什麼頭髮 因為檢驗的機構很少 你可以 我告訴你 你可以在開說明會的時候 跟這些家長徵得他們的同意 對不對 小朋友因為肩負人的同意 真的肩負人同意藥檢的話 馬上就踩頭髮 然後分門別類 然後進行協助 我問你 衛福部為什麼可以進行協助 新北市政府沒有能力進行協助 所以事實上 看你要不要做這樣而已 包括小朋友要安置在什麼地方 哪些幼兒園等等 都是地方政府必須負起的責任 不然你新北市政府創下 那為什麼應該做的 快速看班 講難聽一點 昨天新北市長侯友宜 你還有時間到台南去啊 你應該留在新北 把這些事情全部處理好嗎 那這也是為什麼 這件事情會重創侯友宜 聲望的重大原因 好你如果連新北市的幼兒園都管不好 你憑什麼要說 你要管整個中華民國 你憑什麼說你要當總統 五月十五號 教育局已經得知通報了 為什麼六月五號才入園要檢 六月五號 五月十五號接獲通報之後 巴比托三天五天 大概就排得差不多了 你拖到六月五號才入園要檢 是為什麼 你覺得不重要 你覺得不重要 請問一下 我教育局的官員 你有沒有看到說 孩子被驗出有巴比托的孩子 他出現自殘撞牆的一個狀況 你看了不心痛嗎 三歲的孩子怎麼會自己去撞牆呢 你給我一個交代 所以我們現在要問的是 整體事件目前彭信實際附贈人是五萬塊 交保後傳是裡面最多的 這整體事件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的一個交代 是說這是不是原方受益 還是單純老師的行為 這樣的一個管制的藥物怎麼買 怎麼樣去這個決定 就是孩子們的說法是說 每天三餐的彩虹藥水 彩虹藥水到底是什麼 這個案子從一開始 家長他的通報的時候 就是說四月 可是現在有沒有發現 沒有人承認有1999 沒有人承認說這案子 有在局處裡面來跑來跑去 大家都說五月五月才開始 所以你前面那件事情的話 如果真的有人 沒有我們退一萬步講 就在五月才開始 你為什麼六月五號才要檢 因為你要把這個時間拿出來 這個沒搞在哪裡 小朋友如果有被吃到 味道這些所謂的彩虹藥水 那彩虹藥水裡面 如果有一些非法的成分 或是不明的藥物的話 那在身上會有代謝的時間 所以代謝的時間 你只要拖越長 可是我不相信教育局的官員 真的會為了要讓那個原方 這個拖最拖 拖那麼長的時間進去 現在有一個說法 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 他們內部 新北市政府內部裡面 到底誰要負責 誰要主政這個案子 大家有一些討論 譬如說這個時間出來之後 大家會覺得說 幼兒園當然是教育局 所以教育局 你是不是要跳出來主政 對不對 但是教育局又認為說 如果你講到要的部分的話 那你衛生局是不是要跳出來 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 這個部分到底是誰要 是誰要主政 有一些的討論 然後現在我覺得 你要把前面四月 跟後面你在 你從如果檢察官都已經發動的話 你後面怎麼到路援去採檢 竟然到六月五號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希望 我覺得新北市的 新北地檢署應該要出來處理 你應該把它主動來分案 因為這東西 就像惠民姐講的 如果你真的是有人要來處理 有人要來拖延 有人要出來吃案的話 那這製品情要不要查 一定要查清楚 那如果說真的 只是一般的行政怠惰 或是行政的疏失的話 檢方也應該要查吧 因為這對小朋友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講 這些東西 為什麼大家覺得 這麼不可思議 這個是一個很古老的藥 巴比陀也是一大類的藥 那這個東西 有沒有可能 有人一直拿處方間去拿 我覺得不太可能 醫生也會覺得怪怪的 然後處方間你拿到了之後 你是顆粒狀 你是膠囊狀的 你怎麼最後變成 怎麼才這不會好 你怎麼最後變成這個彩虹 你要變成液體 也沒那麼容易 對不對 那我不相信 這些誘保員 教保員 有這個醫學 或是藥學的一個專業 然後重點是說 這些東西 你要把它調到剛剛好 然後量又 時間又這麼長 量又這麼大 一定有中央工廠在供應 沒有人在供應的話 你的意思就是說 根本就是直接有人 弄好一個成品 叫做彩虹藥水 拿出來賣 我覺得應該要查 後面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東西 其實你就看源頭是誰 就像瑞德哥講的 你在台灣 因為台灣不是說 大家都買得到槍嗎 你說藥的話 你更不用擔心 但是這個東西 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往這個方向去著 我還沒有看到說 家長質疑的這個東西 巴比土是來自於哪裡 那來自於哪裡 你還沒有去查 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如果侯友宜 他真的用這個 完全整個大破案的決心 去查出這個中央工廠 而發現這個中央工廠 供應的不只是 新北市的幼兒園 對 整起事件對他來說 危機就是轉機 其實我覺得他只要把 以前這張警政署長的那一套 拿出來 不要老是想總統 實在是 你就把你以前怎麼辦案 好 你這個東西 你把這個藥 當成是毒品 然後你把這個中央工廠 當成是你那時候為了 你那時候在辦案的時候 你把它當成主品工廠來想 那你這案子 其實就脈絡就很清楚 有人提供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到了這個幼兒園 只到這個幼兒園 其他的我們先不要講 你進到幼兒園 其實他們昨天 跟前天 跟這幾天的一個傳話裡面 代表是一個集團犯罪 這已經說明了 我們先不要管 他的交保金額 你在辦案的過程當中 你的園長 你的幼兒園 教保員 你都說 都有人被交保 那交保的話 就是屬於強制處分的一種 但是你要再去看 每個細節 因為有些檢察官是不管 你來我就先給你扣押 先把你積押 或是把你交保 可是這個檢察官你看 它有層次的 對 它是有層次的 你要負責的 你有負責主管職的 是要負責比較高的 那你就是交保金額比較高 然後另外來講 有人是無保的 無保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譬如說 我們這一排都是老師 瑞德克是我們的園長 瑞德克可能要負擔 比較大的責任 後面如果有人不願意 我不要給小孩吃些東西 因為大班沒有吃 大班的 聽說大班的沒有吃到 好 那沒有吃到 有一個大班的是三萬交保 大班王 大班紅就請回 對 所以有些人 可能他就不願意 他可能知道說 哇 你這個什麼東西 來的吃到是粉末 然後調成藥水 還是來的就是一罐藥水 你叫我給小孩子吃 有些人他不願意 不願意的 他就沒有交保 那這代表說這個案子裡面是有層次的 辦案是有節奏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表示有被交保 有被強制處分的人 可能到最後一個都跑不掉 江白開水到入杯中 原本透明的水 瞬間變成五顏六色 原來幼兒園孩童 誤以為的彩虹藥水 其實是這個日本製作的彩虹杯子 彩虹藥水謎底揭開 但孩子體內怎麼會殘留 巴比妥家長A訴出 4月27號尿液送驗的檢驗單 數值高達64 他可能會造成的影響 就是包括有階段的症狀 會有這個注意力不集中 然後情緒幾乎很大 這個藥物呢 理論上來說 他應該是要零檢出 根本不應該出現在小朋友體內 而全惠理智長王維鈞更透露 4月上旬 第一位家長發現小孩精神情緒異常 做了安眠藥物檢測後 便將小孩轉學 但也同步將異常胃藥訊息 告知其他家長 A小姐的孩子體內驗出巴比妥後 5月14號向警方報案 15號新北教育局接獲通報 18號檢調展開搜索 孩子一次遭到胃藥至今快一個月 真想是什麼 家長不滿的情緒已經快炸鍋 5月14晚間7點報警到現在 才發動大規模的搜查 請問侯市長 如果別的小孩也是受害者 你吞得下去嗎 要是請問有賣巴比托嗎 沒有這個藥你不可能買得到的 沒有處方前 藥師是不可能分售巴比托 但若是黑藥的管道 那就另當別論了 一定會有客人不想要這個藥 他可能覺得家裡很多 或者是沒吃啊 用不到 那他就會給藥局 那就會看藥局有沒有收 有些藥局他會收 他很敢 有些藥局他不敢收 因為他怕違反 那如果你收了之後 你就是可以試一下賣給別人 管制藥物抓緊緊 就算是黑藥買賣 市面上也是少之又少 但網路上搜尋關鍵字 真的有人名物張膽 犯售巴比托 影片中直接售出巴比托 有粉末狀也有液體狀 全部來自一個臉書粉專 名稱更超大膽 使用簡體字命名為 無需處方即可在線 購買物巴比托 不用醫生的處方簽就可以買到 巴比托 因為那個粉專有點怪 不像一般正常的粉專 點開粉專裡面的文章 不僅標榜可以直接寄送 甚至寫下大部分藥物 都是從密毒印度和台灣進口 還表示無巴比托 大多使用在安樂毛小孩上 謠言可能是從獸醫流出 獸醫公會駁斥謠言 但網路上是否真的買得到 麻比托管制藥還是有人故意亂訪消息 恐怕得等相關單位介入 一一查清楚 特別是這間幼兒園 是要中坦階級左右才負擔的起的 一間學校 居然發生這種事情 這間幼兒園在國內 是非常出名的連鎖體系 老闆他的整個事業橫跨兩岸 所以目前的案子到底是要往小辦 還是往大辦 大家都在看 但侯友宜這件事情 讓我非常生氣 我們先來說 雙語的連鎖幼兒園的收費 先說不便宜 註冊兩萬教材四千一保險等等 這個都是基本起跳 他們說每個月月費還要一萬 對不對 這個當中還沒有寫到 包括了什麼鋼琴班 小提琴班 繪畫班 租中性打擊班 通通都在裡面 所以第一個 他的整個所費不吃 然後再來 一班聘兩個教師 那我問各位 大班 中班 小班 幼幼班 這次讓我覺得最可惡的是 兩歲的小孩 居然有人回去會自己拉頭髮 然後媽媽說你不要生氣 你不要生氣 他自己跑跑去撞牆壁 跑去撞牆壁 然後你們還賺這麼多錢 重點來了 這次的關鍵中的一個關鍵 叫做所謂的彩虹藥水 那彩虹藥水 小朋友回去怎麼說 老師就叫我們喝 不喝就要給我們關廁所 可是你那個小孩子完全不懂 我再跟各位談一次 我們都帶過小孩 小朋友到整個幼稚園去 他的整個所謂的吃藥手則是 小朋友有去看完醫生 醫生拿了藥之後 你寫在聯絡部 幾點幾分吃多少的劑量 麻煩老師幫我們幾點幾分的時候餵小孩 然後老師在當中回籤 這個才叫餵藥過程 所以很多人說 他其實是當作什麼糖果 可是這個糖果吃下去 那孩子怎麼會變瘦 這樣怎麼會對 巴比陀是管制的一個藥物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要來談論到 有一個新北市的一個議員 他叫邱廷衛 邱廷衛本身除了是新北市議員之外 他也是幼稚園的院長 17年的一個經歷 他就說這件事情有貓膩 邱廷衛說 1999打進去過去他們的經驗 任何人只要接到1999 那個幼稚園是剉的要死 為什麼呢 不斷的糾正 不斷的公文 還會有所謂的長官來檢查 為什麼這家幼稚園 據傳四月的時候就有1999 打進去 沒有訊息 跑到哪裡去 現在今天就到整個星期六 六月十號左右 他們的頓點是說 沒有五月十五號才有所謂的1999 好五月十五號就算你接到了 來到了整個六月 經過了二十多天 立委出手了 張宏祿他們直接說 太多的人陳情了 就在他們的文聖街 他們直接說那不行 這些孩子一定要帶去病院 要去檢查看看 結果一檢查出來 現在是多少呢 據傳是八個 目前的整個新北市政府來說 八個微量 一個稍微多一點點 這當中我先跟各位說 貓膩太多了 而且這家幼稚園 相對於其他幼稚園來說 根據邱婷衛的說法 這家幼稚園的後台非同小可 為什麼呢 別人是怎麼處理 你這家怎麼處理 好我們最後做結論 一生兩個疑慮 抗阻治安 是要所謂的謹慎考慮的 到底是誰給的藥 那如果說給的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中央廚房 所以邱婷衛他很擔心 如果這些是二到五歲 因為他是幼幼班 中班 小班 大班 沿路往上走對不對 那拖嬰中心這些 從剛出生 媽媽要上班的這些嬰兒 到底要不要全國性的一個檢查 這第一個 然後醫師就質疑 這種所謂的胃藥的肉席 會不會不只這間幼稚園有 所以目前全台灣很多的整個 各縣市家長都很緊張 有些的縣市已經動起來了 那我說很簡單一點 小朋友如果回來 動輒會易怒 動輒有一些 不然就回來就一直睡的 一定要小心 但這件事情一定要研半到底 重點在於 如果說侯友宜 你們的新北市團隊 面對這種突發事件 一點應變能力都沒有的話 還要選舉嗎 我想要請問人和的事 大家想不通的是 這怎麼一回事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中央工廠 拿這種過時 曾經被這個命名為紅棕的 這種會有依賴性 成癮性的藥 來對付孩子 這孩子幼幼班是幾歲 二到四歲 對啊 兩歲三歲的孩子 太殘忍 太過分了吧 這個以前我們常常聽到 保姆帶小孩給他吃安眠藥 但是吃得出問題 但現在這個巴比托酸炎 他其實他就是一個 我們現在講的第三級毒品 那現在很多孩子 因為這間幼稚園不便宜 我兒子也有這間 但是沒有 同樣這個系列 不是這間 我來連鎖店 那不太適合 有撞拚嗎 你兒子 整腦過程有怪怪嗎 自己這樣 我真的自己就撞拚了 真的 那老師真的 我的意思是說 這間學校不便宜 你能夠讓孩子讀這間學校的 基本上都還中上 是 環境周上 是 那人家好不容易把孩子 托付在那邊 有的孩子是真的比較活潑 或者是說體力比較好 你那個地方 影響到其他孩子讀書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用 類似這次查到的 巴比托的這種 那種彩虹藥水給他喝 那這喝了裡面 會產生什麼呢 因為這個以前會產生什麼 一是 幻覺 二是 昏迷 三是 安眠 助眠 所以你要 儘量調到剛剛好的時候 這個孩子傻傻 傻傻傻傻傻傻傻 台台這樣 你就會睡著 所以你就不會吵 可是我真的不想 有那麼多老師知道 是這樣的狀況 還可以給孩子喝 會這麼沒良心嗎 就是這麼沒良心 證明出來 事實上就是這麼沒良心 而且這個大人 只要2.5毫克 大人一顆 那一顆就瘋了 你像大人的意思 女生大約45公斤到50公斤 差不多一顆 它就昏昏沉沉了 以前我們叫做消油 也叫做迷幻藥 我那個年代 我剛比拼的時候 75年以後 我警察學校比 剛好最多就是這種 紅棕白板輕發 這種一顆多少錢你知道嗎 那個時代40塊 那時候 台幣40塊很便宜 那是屬於窮人的毒品 跟強力膠一樣 更窮的是5塊的強力膠 比較好怕吃大麻 然後就是海洛因 所以這種是港口人 我們以前說的 以前說的 老實力 還不然就是太保 這種的 好久沒聽到老實力 這幾個 這幾個 我老實力 現在是8加9 8加9 8加9 以前說的老實力 還不然就是 人生老實力 我老實力 會去找幼房 以前這幼房就買得到 要怎麼樣呢 因為我那時候在中山館的社區 有四百多戶的單人套房 那整個單人套房 每個月都有死人 每個月都死人 每個月都死人 那些人就是 那些女兒 每個月都死人 自己一個人 租一個套房 以前沒有呼叫器 也沒有行動電話 室內最多 還沒去室內電話 被發現都是 房東收不到錢了 就卡到的 報警車 錢沒辦法 叫所將來開問 都問下去了 所以常常 我就講一個例子就好了 有一個 在中原街那邊 那個小套房 那房東說 十五個小孩 回到國外的 都問得都沒中 是不是 你聽我問打開 我自己打開了 抱歉了 結果門一打開 其實冷氣在吹 也不覺得 什麼味道都沒有 你就看了 古早的那個 閩層 水床 有流行一陣水床 白色的 我們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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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你打開 你看十五個小孩 躺在睡 你進去看 你看看 那個水床 都也去 糖 整個都死了 旁邊一包紅的紅棕 紅棕旁邊 四五罐米蘆 一看就知道 因為 紅棕這種 我們剛剛講 它就是巴比托這種原料 你吃了之後 它很容易什麼 你低血壓猝死 尤其你配酒精 很容易猝死 然後小孩子 如果不小心 喝到可樂 那個也死 天啊 那個死 真的死 酒精跟可樂那個 都會爆起來 它那個如果你戒斷 三五天 它的引發後遺症是什麼 就是 自殘 撞牆 拉頭髮 不然就是流鼻涕 或者 所以那個孩子出現的症狀 等於就是很標準的 戒斷症狀 標準的戒斷症狀 那這個東西 目前在台灣幾乎沒有人在買 也沒人在賣 但是他會把它製成彩虹藥水 絕對不是說 我買回來教室自己磨 自己套水 嚇水自己流 不可能 這個是一定有個單位 提供你整批 整架 還是整箱 來給你 像我們買礦泉水 一次沒有整箱來的 不可能自己買回來 自己躲在廚房裡面調配 然後這個最厲害的是什麼 我剛剛講 小孩子只要0.5公克 0.5公克 就會影響這些致命 最厲害的是什麼 他有辦法調到說 因為這個本身酷酷 你如果加蜂蜜 加糖漿 壓了味道下去之後 你根本就喝不出來 可是他成分還在 那最厲害的就是 我剛剛講的 裡面有沒有藥劑師的力 在裡面算計 調多少的量 不會傷害到小孩子 但是再怎麼不會傷害 傷害已經造成了 再怎麼不會傷害 還是會造成小孩子 中樞發展 爆發的當天是在這個政大的 這個他要去政大演講的時候 他在當初 他在當時還拋出了一個議題叫做 他覺得郭董這個政見不錯 零到六歲國家養 不少人就只問他了 侯市長你是零到六歲國家養 養什麼 是養毒品嗎 所以這件事情不好好交代 真的不行 而且過去台灣都自以為自己 在各方面的服務管理 好像自以為比中國高人一等 沒有想到現在中國網友也說了 天啊 台灣發生這種事情 蘇州的爸爸媽媽要小心 過去我們都說 中國怎麼有發生類似的事情 現在是台灣發生 中國擔心 對 這真的是很離譜 因為過去中國也有發生過 類似的狀況 中國的幼兒園叫做 紅黃藍幼兒園 這個幼兒園 你不是單一幼兒園 我跟大家講 這個幼兒園是雙語教學 也是雙語 在中國三百個城市都有學生 有三十萬個學生 在美國紐約證交所上市的 是超級大的幼兒集團 這個狀況是在北京朝陽區 就是天子腳下中的天子腳下 這個紅黃藍幼兒園 因為他大集團 其中一個園 在2017年發生過一模一樣 類似的事情 這個狀況是這樣子 他的也是貴族 也是雙語 一個月要多少錢 五千塊人民幣 你光學費你去 就要兩萬多台幣 一個月很貴 結果那個一樣 發現小朋友回到家會哭 會鬧 會焦慮 然後爸媽一緊張的時候檢查 發現那個小朋友下半身 有不明的針孔 就是一個一個的針孔 然後不只有不明針孔 小朋友之後 老師會強迫 不睡午覺的小朋友 吃白色的藥片 而且家長把小朋友帶去 去做這個所謂的身體檢查時候 發現他的生殖器 失裂傷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家長就炸鍋 炸鍋之後 就去這個學校 去做抗議 抗議的過程中 跟新北是一模一樣 第一個要要監視器 對不對 你知道這邊 老公也說監視器毀損 沒有啊 一模一樣 都是一樣的道路 然後接著 微博大量刪除所有的討論串 大量刪除後 一位北京朝陽區的秀員 朝陽分區介入調查 說啊 他把這個硬碟還原了十幾個小時 還原成功了 看完查無步法 沒有異狀 只有兒童被針扎是俗事 可是被針扎有分兩種 一種是說打藥進去 可是他們定調說不是打藥 算是這個虐童 就說這個不乖 那個老師啊 拿針去戳他 天啊 結果老師 你知道被判多少嗎 他一年多 這件事沒事 這個集團現在還上市 就是整個事情 本來懷疑是不是有集體性的 因為孩子說 有同學睡不著 就被胃藥片 對 沒有往下查 然後還有扎針 只查說針扎了他 對 然後還有到這個小房間 脫衣服做健康檢查 後來小朋友送去 生殖器有撕裂傷 全部都當沒事 叫一個老師來扛 老師來扛 一年多 後來他還問 這後台到底有多硬 這個園長的親戚 是北京老虎團的團員 什麼叫北京老虎團 就是北京數位區的部隊 就是古代叫做 御前代刀侍衛 他們那群人 就是在北京常去合法拿槍的 用來保護習近平安全的 所以後台硬的不得了 是軍方介入 所以這個東西過去 2017年其實我們討論過 我們也笑過 中國怎麼講 對 結果咧 我們臉上無光 2023年今天是在我們新北市 搞這拖是不是 我是陸佩 我來到台灣 唸價格要台灣 我的小朋友在台灣上學 會不會台灣都喝彩虹藥水 有沒有搞錯啊 是啊 那個時候 紅黃藍是伊能靜 擔心他的小朋友 對不對 還有大S 擔心他的小朋友出事 覺得中國的幼稚園是不安全 現在整個倒過來 現在帶回來台灣養了 對 現在到台灣也不安全 侯遠不是說給大家安居樂業嗎 對啊 現在怎麼安居 他有臉講 0到6歲國家養 現在講完會被罵翻了嘛 0到6歲彩虹藥水養嘛 對不對 你會有什麼臉講這件事 所以我真的要講 你2017年我們在講 中國這件事情 不聞名 哲修部 監視器消失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一模一樣 在2023年的新北市板橋發生 真的是台灣之池 所以下次再做侯友宜的民調 會再重拾8%往下掉嗎 大概8% 剩8% 這一次是婦女票 幼兒票 親子票 我跟你講這群人 有選舉過就知道 這群人在選舉中 是關鍵中的關鍵 他們是屬於什麼時候 大概是30歲到40歲左右 出社會有一定經濟能力 有一定經濟基礎 才敢結婚 生小孩送貴族學校對不對 所以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這些人 他們的政黨意思是不強烈的 比如我過去在選舉的時候 我都會每週辦氣球場 他親子票來打氣球 都是辦遊樂 就是這個票是關鍵中的關鍵 就是這10%是整個 不只是台灣社會經濟力的推動 最大關鍵 還是選票中的勝負 所以你覺得有10% 所以掉10% 8% 當然有10% 30到40歲的年紀 爸爸媽媽 怎麼會沒有10% 一定有 好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會關注 下一次的民調到底結果 會是怎麼樣 不過講到這個孩童被下毒 找到屏東的古早時期 也曾經發生過一起非常離奇的案件 崩潦 那個很爽口 在海邊 那可是 短短的幾年內 同時 有7個小孩子死掉 那孩子都怎麼死 都被逃死 都是毒死的 可是家長都不曉得 為什麼小孩子 口吐白沫 全身發黑 那以前那個 民國74年講真的 你知道解剖 他只有發現說 他的心肺衰竭而已啊 那到了第八個小孩子 一個姓潘 潘小妹妹 還有另外一個邱小妹妹 他們兩個 一個潘小妹妹 回到家裡的時候昏倒 昏倒趕快緊急送醫院 因為他家裡離那個醫院 比較近 他喝的飲料還沒喝完 那個時候剛流行那個鋁箔包 他就說 我喝了阿蓮阿姨給我的飲料 就肚子痛 阿蓮阿姨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陳高連夜 警方就開始去把他通知他 到那個警察局說明說 你為什麼要提供這個 有毒品的飲料 給這個孩子喝 他就 也不否認啦 直接就說了啦 他有子宮肌瘤 然後去切除子宮 永遠就不能生了嘛 不能生的時候 被夫家看不起 以前你如果女兒嫁人家 嫁人家在家裡 你沒人生孩子 他叫我看不起 還叫婆家 無力 他們公子去外面 九十五 所以他可能性情大便 看到別人家的孩子 他就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他就去化工行 買那個氫化夾 氫化夾以前是我們的頭魚用的 他把氫化夾拿來磨成粉 炒的飲料裡面 不然就放在那個金鑑 我們說金鑑 國歌我也不可以說 就糖果啦 小糖果 以前那個小糖果 上面挖湯的金鑑 放在金鑑裡面 讓他熟悉的孩子吃 吃完之後 孩子中毒就死了 三分鐘就死了 他0.3公克喔 三到五分鐘就死亡了 所以陸陸續續 他殺死了七個小孩 政治上到底有多麼重傷侯友 但是我覺得 有沒有可能喔 這個本來這個國民黨的支持者 已經說 侯友已經在止跌回升了 會不會這時候一跌 還有跌更深的時候 一點危機意思都沒有 然後呢 完全沒有辦法 滿腦子在想他的民調 怎麼那麼差啊 連跟這些家長要見面 你侯友宜侯市長 還得走側門進去舉光國小 你知道嗎 還說非監護人不得進去 我就不懂啊 爸爸媽媽阿公阿嬤對不對 不是每個人都監護人耶 為什麼他們不能進去 你覺得他選擇 會不會繼續往下掉 我現在很擔心他繼續往下掉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就變老二固定了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你爽到柯文哲了 你知道嗎 我不會歡樂啦 他們有什麼 民進黨還沒有開始攻擊你 那個侯友宜 你就全部都是自己爆的嘛 自爆的嘛 他不是去政大嗎 照理來講 去跟大學生 就要用大學生的這個語言 跟他們講話嘛 然後你有沒有說什麼就好 什麼就好嘛 結果呢 我聽到有的名嘴說 他在講黑金 大學生問的時候 他說侯友宜表現得很好 侯友宜是怎麼跟學生講的 他說 別怕就沒事 他說 對黑道別怕就沒事 面對黑金就是 好好處理 乾淨利落 做好政府的怕什麼 然後黑金就是殺到沒有 這就是我的態度 我突然間回想起那個 別怕就沒事 回想起台灣人今天了不起 為什麼 連中國的小粉紅 第一次佩服我們台灣人 為什麼 當那個影帶 一個阿北十八歲 嚇一跳 嚇一跳 嚇五十一千的時候 旁邊不僅沒有人躲 還有兩三個人 拿手機來錄影 你知道嗎 錄影 莊敬之強 處變不驚 聖謀人 在新北的訓練之下 中國敢來打台灣嗎 你知道嗎 好像說 在台灣可以這樣拿來掃 掃了半天 旁邊沒有人躲 還在錄影 你知道嗎 好友宜市長 這就你說的 這個 別怕就沒事 其實我覺得最可怕的地方在哪裡 最可怕的是 某某最支持侯友宜的集團媒體 他那個影帶下面寫個 本片獻給第三名 選輸了你還有什麼事情 你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你知道嗎 我用最簡單講 最後的我的結論 幾個相關的泛藍的 泛藍最力挺侯友宜的名嘴怎麼講 民調墊底 從南輸到北 中南不全掛 雲家南排名最後 花蓮可能崩盤 新北都輸了 目前看不到作為 團隊有很大的問題 麻煩你進入作戰程序 所以事實上 這侯友宜資料的問題 事實上就是他 我剛才33年 侯友宜辦案問必須OK 他一世人跟他打半個字 叫兩岸外交軍事國皇 拍拼拼做總統 你沒有兩岸外交軍事國皇 你是要怎麼選總統 好 我想要請問鄭浩的是 你怎麼研判侯友宜的下一步 因為現在郭台銘叫做以毅代勞 現在攻的就是青年的選票 你在這個禮拜五的節目當中我提到 他要用這個NVIDIA 黃仁勳 黃仁勳的模式 打造他是臺灣的這個 這是AI專家 這氣勢一鋪陳下來 一定是水漲船高的 侯友宜現在是往下走之中的 有沒有可能真的出現一種 被動換頭的一個狀態 不是我覺得 侯友宜真的就退了吧 退選沒這麼難 你那張退選聲明送他 我這邊有退選聲明 免費提供侯友宜 手把青央插滿田 退後原來是向前 我這聲明我可以直接 退了吧 這樣還可以保住新北市長的位置 對啊 你這樣選不下去了 你要怎麼選 對不對 老前輩在這邊 對不對 學長 學長在這邊 不然怎麼辦 我問個很簡單 我現在已經不要講郭台銘了 侯友宜現在哪有資格說郭台銘的挑戰 侯友宜光新北市幼兒園 這突然就過不了了 禮拜五晚上的時候 特別侯友宜找所有新北市的家 不就那個幼兒園的家長 40位來去做閉門溝通 禮拜五晚上我們在政論節目就討論了 你憑什麼不公開 而且現監護人 對不對 你現監護人就是要戳掉 這些人最離譜是 兒童權益促進會的理事長王維鈞在現場 被關在外面 不給他進去 我小孩受到這種狀況 我律師都不能帶 我講句難聽一點 我犯人受偵訊我都可以帶律師 我跟你猴大市長見面 我不能帶律師 厲害了吧 好見完面之後 閉門戳頭之後摸頭之後 出來侯友宜看到媒體 一句話不走就上車 受訪都不受訪 那媒體假如可以訪家長 家長統一安排另外路徑 見不到媒體 哇 共產黨的處理方式 厲不厲害 等於他走這一條 另外一條路 讓媒體也找不到家長 厲害了吧 共產黨就這樣處理的 這樣子你認為這個政治風暴會結束嗎 更厲害的事情 禮拜五不是閉門摸頭會議嗎 禮拜六 後遇了不起了 放假了 週休二日了 去台南旗鼓 談餘溫重電 談核電 當沒事耶 大家都塑膠是不是 然後更厲害了 所以你看他當沒事了 他要繼續撐下去吧 他就繼續撐嘛 看他可以撐到幾次 下一個民調出來 剩十八出頭的時候 侯宜怎麼撐 再來禮拜二專案報告 議員不是爆料 我們以為侯友宜不去 已經很離譜了 現在可能連副市長劉荷蘭都不去 分成負責到局長 最後局長下台當沒事啊 哇賽 這種危機處理我第一次看到耶 然後呢 他子弟兵呂家愷 跳出來說什麼 你們這些人喔 我們在座的大家啦 都是政治操作啦 奇怪了 人聽不懂啦 這個小孩是我們去餵的藥 是不是 這件事情是我們去爆料的 是不是 不是嘛 聽不下去嘛 呂家愷現在被出征啊 請問 他就說這是社會案件 你們不要政治操作 對啊 怎麼可能啊 你就選總統才會把社會案件 搞成政治案件嘛 你好好當市長 就變成社會案件啊 對不對 所以我這件事情 你還叫我 這個郭台銘他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你的幼兒園都搞不定 講郭台銘 你研判國民黨會怎麼讓這件事情發展下去 小鸡們會站起來 施壓他讓他不要選嗎 有沒有可能這樣 我覺得啦 侯友宜最後不選 一定是由下而上 不會由上而下 所以他會不會真的就不選 他會有個概念 就是說 總統候選人 你不可能說朱立倫說 你侯友宜不要選 可是如果一個一個立委候選人 跳出來說侯友宜你不行啦 你侯友宜趕快離開啦 那侯友宜就選不下去 自然而然選不下去嘛 剛剛瑞德哥講的重點 中差新聞 出了一個短影片 大概十來分鐘 罵侯友宜說 這個你侯友宜喔 不要再這個 這個不回答問題 不要再不處理問題 你現在民調已經第三名了 你知道嗎 他那個影片多誇張 他所有剪的對話內容喔 都是藍營名嘴在中差新聞的 這段節目講的 郭正亮罵侯友宜啦 朱凱翔罵侯友宜啦 蔡正元罵侯友宜啦 剪十幾分鐘喔 你有指標意味對不對 這個新聞要跟什麼新聞 訴訟侯孫善啦 不是這個新聞要跟哪個新聞一起看 跟葛萊怡說 中國可能比較支持 柯文哲來一起看 這兩件事要綁在一起看 你後裏如果垮的話 中國要換邊壓嘛 中國的統戰集團 在2024年的大選 背負著不能輸的政治責任耶 習近平對中國統戰團體 你國台辦啦 國台辦現在你被降級喔 已經被降級喔 最終任務2024年 你如果再不是國民黨拿到 或是說再也不是 親藍的政黨拿到的話 你這些統戰團體 全部要掉腦袋的 所以現在本土的接著電話 要策略性支持侯友宜 據這個九二共四四的 他現在還不敢說出來 是不是這樣 因為侯友宜快被我們打殘了 我們呵護侯友宜 呵護他 照顧他 好 再來看一下 五億青年的這個事件 檢方做了很多的說法 高達成提出了很多的疑點 但是檢方的說法 而且檢方為了以示慎重 因為這實在是 全國矚目的案件了 還特別白紙黑字難得聲明稿 寫的這麼多 但是好像還是很多不買單 甚至還有人組成了真相說明會 好 我們現在來講這個案子 你看他的辦案節奏 為什麼要把這個媽媽 要再請過去 然後很少看到你在不管是 但是未來一個月 一個禮拜應該會有結論 不管是起訴或是不起訴 你很少看到地檢署 用信物稿的方式 把案情摘要 用QA的方式回答 為什麼 就是因為知道說 如果到最後 真的不起訴的話 那會不會真的有人上街頭 你看喔 他有身價這麼高 不管是5億 12.5億 50億 100億 這些土地 不管他的身價怎麼高 你怎麼會突然之間 跟一個沒有那麼深的人結婚 然後兩個小時之後 就摔下來就死掉 所以這個東西 一定要好好的一個示意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高大臣法醫 他的四大疑點 他就說呢 死者兩劑降到36% 然後二氧化碳都沒有增加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你在這個死亡的過程當中呢 恐怕不是從高速墜樓 你高速墜樓下來的時候 你可能是慢慢的死亡 因為你不會一瞬間死掉 那你這個氧氣 你看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這種血氧機 氧氣大概在90%